大家好 歡迎收看振動噪音科普專欄 我是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黃國春 這個單元要來探討的主題是 如何解析打擊樂器佔音鐵琴的聲音特徵 那這是這個系列的第三篇 我們要來看的是三和弦音的演奏 就是Tri-R之音頭 那什麼是三和弦音呢 我們知道三和弦像C和弦是Do-Ni-So三個音組成的 那這個三和弦音當然就是拿起敲擊棒 三個人敲擊棒同時敲擊Do-Ni-So三個音 那這邊敲擊的是C式、E式、G式 Do-Ni-So三個音 那首先我們就來聽聽看這個音的聲音 好 梁造的這個打擊聲音呢 我們也同步量測了它的聲音的時間多型訊號 那當然梁造訊號我們可以進行頻譜分析 可以得到對應的聲音頻譜 那可以看到這個高峰值的頻譜呢 就是會主要的聲音貢獻度的頻譜 那我們為了要解析這聲音頻譜 我們還是一樣從單音的敲擊音來解析它的聲音頻譜特徵 好這個三個就是單音敲擊音的量測到的聲音訊號 我們做了頻譜分析也可以得到對應的頻譜 那我們說過頻譜這個打擊樂器的聲音 我們可以從音高就是它的基音頻率 也就是有高峰值的最高峰值的頻率 就是它的基音頻率 那其次呢其它的峰值頻率呢 就是從它的翻譯頻率 就是組成它的音色 那從時間率呢 看它的衰減的特性 我們定義了衰減率 那可以知道它的衰減的特性 那可以看到 這三個音呢 衰減率似乎有越來越小的提示 好 那當然這是這個 佔音典型的特性 那衰減率小 那表示它衰減的是比較慢 好 那1k rate衰減率大 然後衰減率比較快 好 那我們知道這些特徵 那我們就回過頭來看 這個三核弦的聲音頻譜 我們這時候就容易解讀了 我們就可以解讀出來 有動衰三個基因 以及它第二個 翻譯頻率 就是不要的翻譯頻率就出來了 那當然這高頻的翻譯頻率 似乎就沒有那麼大的貢獻度 那另外我們也可以觀察 十千波形 它有這樣的一個beating的效應 那我們叫做重極效應 那這個重極效應是怎麼來的呢 我們把這個 Domiso這三個音的頻率呢 做相減 像這是14-74是68.75 G4-14是62.5 G4-74是131.25 然後這些差值呢 我們在相減做運算 就發現它的主要頻率大概都是有6.25Hz 6.25Hz的導速就是 周期就是0.16秒 那可以看到 每一個0.16秒 就都有一個像這樣的一個beating蹤跡效應 那因為懂蜜獸 我們如果認知知道這三可弦呢 那是一個很和諧的聲音 所以聽起來是就有這種beating的效應 好 那另外呢 當然我們也看到了這個摔檢率 那從這個三和弦的摔檢率呢 就是0.535 那比起三個 單音階的摔檢率都來的小 好 綜合一下我們這個單元的討論 我們看的一樣是 佔音的聲音特徵 那這個單元看的是 三和弦音的演奏的聲音特徵 那我們可以從聲音頻率去知道出 它的基因頻率 以及它的翻譯頻率 那這三個和弦音的基因頻率 都被激發出來 那在時間域呢 我們看到了重極效應的特徵 那主要原因呢 就是來自他們的頻率差 而形成的這個重極效應 那第三個特徵呢 就是這個摔檢率 那可以知道這個三和弦音呢 它的摔檢率 比單音的摔檢率都還要來的小 好 這個單元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這個單元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就有個的確是 那麼有一個摔檢率 在這裡 我們就有一個摔檢率